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興 逆境重臨,麥興事,中美關係,更緊張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248點,收報24301點,成交有1330億 今天是6月份期指期權結算的日子 今天港股偏遠,不過午後跌幅有點收窄 幸好最後收回24300點之上 不過大家看這幅圖,就知道今天短期上升軌跌穿過 收市時輕微跌穿少少,你當它摘戒也可以 不過有少許轉淡的跡象,要留意 千萬不要輕視 不要輕視的就是剛才說的,疫境重臨 美國疫情的情況真的越來越嚴重 甚至乎你可以說,這個不可以形容它是第二波 你可以說是第一波,根本就從未結束過 現在美國的疫情惡化是去到怎樣呢? 連續三天單日新增,確診人數突破四萬 多個州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數持續上升 好像佛羅里達州那樣 疫情,我發到怎樣呢? 確診人數在兩週之內,就升了五倍 當地居民形容,這個情況是什麼? 令人恐懼,當然了 如果你想想在香港出現這個情況,香港人都很害怕 現在美國就出現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因為大家以為沒有什麼事的時候 限聚令又取消 社交距離又不理,又不戴口罩 現在又開始爆發了 在德州方面,德州美國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州 確診率升到14.3% 創了四月以來的新高 美國至少12個州,就要緊急殺停這個解封的計劃 即是重啟經濟那些,不用考慮了 緊急殺停了 華府傳染病專家福西就說 美國存在嚴重問題 即是沒有指名道性,是說政府哪一個 或者特朗普什麼 但其實就是暗示了,現在很嚴重問題 其實,微軟的創辦人,Bill Gates 都說到,政府好不行 他看到其他國家做得好 但美國政府做得好不行 他就說,你白宮不要賴話 因為檢驗人數多,所以確診數字高 這個錯誤引導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說,最重要的是 大家已經掌握了經驗 就是說,要社交距離 要有些封城就封城 要戴口罩就戴口罩 他其實說了這個語重心腸 提了出來 但是,現在美國都是在爆發 這樣爆發,大家可想而知 美國的經濟其實會遇到很困難 大家想,聯儲局不斷放水便行 已經放了很多出來的 要救的救了很多 但是,情況仍然都是令人擔心的 所以,美股方面,大家看看 這個道指,上個星期五 就跌了7、8、30點 去到,即是在考驗中 6月15日的低位 當日的低位是248、43 那天,我們上個星期五 最低的時候是24971 248、43和24971相差不夠了8點 雖然收回在2萬5之上 不過,真的還有機會 萬一跌穿前浪底 那就變成一浪低於一浪 雖然,大家要留意 這裡,3月23日 聯儲局提出 QE Infinity 無限量寬以來 導致一路反覆上升反彈 但是,如果今次出現 即是說一浪低於一浪 就要小心它會不會 即是這個反彈已經是結束了 就算不是結束 都可能是一個比較深度的調整 大家要留意著 納指方面,一直都是引領市場 一直一直上升 引領環球的股市一直上升 因為,它是一個創到新高的指數 不是那麼多地方 或者市場可以創到新高 納指就創到新高 在這裡,這一天 這一天做射擊之星 或者叫墓碑 這一天,最高見過10221 但如果連續生日 來看,這個是黃昏之星 實際上,它回落 雖然較少 不像杜子一樣 已經很接近前浪底 但是,大家都要小心 前浪底,大概就是在9413 這一天就是9403 即是9400點左右 9400點左右 如果跌穿9400點的話 收回旗下的話 也有可能反彈浪結束 至少都可能是一個深度調整 現在還未是 就要留意著這個星期 究竟美股還有沒有運行 好,美股受到這個疫情影響 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其實不只是美國是這樣的 現在日本疫情 都有些翻法的跡象 東京星期日的時候 再多60人確診感染 連續兩天 解除緊急狀態之後的新高 南韓方面 首爾又爆出有一個 那個教會 合共有22個人確診 經濟到安陽市 也有教會爆發 這個集體感染 有11人感染 即是說 近在我們都是門口 就是東北亞區 大家都很近的地方 就是日本、南韓 都是開始 又好像有些跡象 又想翻法 現在環球也是這樣 即是說 過了一段時間 緩和了些之後 又再重新翻法 大家要小心 好 現在起碼內地 叫做不算得很高 在北京來說 有少少翻法 但都是零星而已 所以 叫做好些了 內地 但是內地 亦都反彈了很多 如果美股回吐的話 它都可能要借小調整一下 雖然回吐當然比較少 今天只是跌0.6% 而一直跟著 納指一直升的 就是深圳創業版指數 它就突破了 即是今年2月的高位 當時的高位是2293 上個星期24日的時候 最高見過2397 即是接近2400 今天也是略回一些 大家要留心 如果美股回 它會不會受到影響 希望不會 因為內地股市 即近期的走勢 是較為強勁的 這樣才可以拖住到港股 即是說 是一個上落市格局 但如果中美都會回吐的話 當然 對港股不利 你看到恆指 有些跌穿了上升軌的跡象 國企指數都是這樣 而且比較明顯 其實可以說是 恆指都可以說是一個窄界 國企指數明顯是 今天是收於其下 所以要小心會不會出現調整 除了剛才疫情會受到影響之外 另外一個大家要關心的 就是中美關係會不會越吹緊張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中美貿易戰也好 接著有科技戰 有很多金融戰 最近就拿到香港問題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 中方已經趙趙地跟特朗普傳遞了這個資訊 估計其實蓬佩奧和楊潔篪會面的時候 都傳遞了這個信息 就是什麼信息呢 就是中國的底線在哪裡 譬如說 立港區國安法 它是一個底線來的 美國方面 已經通過了香港人權法案 中方其實想說 如果美國在中國視為禁區的問題上 向美國施壓的話 它可能會危及到什麼呢 危及到中美貿易協議 這個華爾街日報報道 就是說 中方很想通過這個港區國安法 如果美國在這些 中國視為禁區的問題上 施壓的話 這個中美貿易協議 就隨時窩可 這個中美貿易協議 大家知道 特朗普視為一個很重要的成就 可以拿出桌面的成就 如果中國真的不買了 或者這個協議作廢的話 那對特朗普的打擊都很大 所以知道特朗普近來 受到多樣因素影響 他的民望已經下跌了 已經是差過他的對手 即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有些去到雙位數 如果協議被撕毀的話 看來他的民望 可能會進一步下跌 會不會令到特朗普 考慮到他競選連任的問題 即是說沒有那麼大施壓呢 這個我不知道 大家要留意著 但最怕就是 雙方抱著攬炒 攬炒的話 中美關係最緊張的話 要小心去不理股市 好了 整體來看 大市我覺得還是有些擔心 大家留意著 有些股真的很弱的 好像國泰一樣 今天疫情又好像犯法一樣 所以他又破了底 破了底 創個米就身低 這隻股 有什麼政府入股 真是算了吧 這些股真是短期 不要碰 不要想著留底博反彈 那你說 不是啊 這些七個多留底 曾經可以去到十元樓上 這些偽高人膽大的 那些 作為散戶其實不要博 一旦又要公股又要成 還要很騎尼的公股 那些股數那些 擺明就是 不太想散戶參與 好了 另外一種大家也要小心的 就是匯豐 美國的銀行股固然受壓 利息又很低 現在最怕的 它就是說 萬一 美國要制裁哪些公司 支持這個港區 國安法那些 那麼匯豐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那所以這陣子 陪陪在低位那裡 暫時大家也要小心點 這些股 那整體而言 我擔心它是有機會 進一步向下的 看著這條上升軌 會不會失手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